路加福音九章二十节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 你们说我是谁 今天这个问题也同样的在问我们 不管你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 或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都需要回答这一个问题 主耶稣不仅仅在问彼得 他也在问每一个人 你说我是谁呢 基督在希腊文里和希伯来文的弥赛亚 原来的意思是受高者的意思 在旧约时期 先知、君王、祭司 这三种职份都需要被高立 所以这三种职份都是受高者 基督主要是来称呼神要拆来拯救百姓 最终以公义、和平、统治列国的一位君王 弥赛亚在耶稣时代已经变成一种政治领袖的用语 当代的犹太人受到罗马人的统治 所以他们深切的期盼 但以色列的拯救者就是弥赛亚的来临 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 建立地上大卫的王国 所以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 基督或弥赛亚乃是政治上的领袖 以色列的君王 今天这个世界的人不但要神作王 于是就有一个伟大的君王想要来领导他们 不幸的是不敬畏神的君王 往往使得人民失望 而彼得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 却并不是认为他是政治上的拯救者 他乃是认为他是基督 就是是治理神国度的君王 今天你我是否承认耶稣是我们的王呢 我们有没有将心中的宝座交给耶稣 让他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上 来掌管我们的一生呢 当事局充满变动和不安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眼光定睛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身上 地上的君王不可靠 唯有基督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和依靠